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不可以說你不明白,很複雜的,那就不說了 好,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3日 每次一想到日子才知道我們忘記了今天是甚麼 3月3日,但第幾集我真的忘記了 83,是嗎?這麼久才83 嘩,你還差一點,不少啊 你知不知道你會聽完我們這麼多節目,你要有5.7天才能聽完嗎? 你以為是容易嗎? 今天Billy缺席,又生病了,糟糕 生病壞,年輕遙遙,好遲到老 就好,病一病可能會消瘦一點 是嗎?對,他肥膩了 果然是物極必反 一個人肥到極致的時候應該要生病一病 給他一些機會瘦回 今天沒有給我講的,其實主要都是講幾件事 但是我們剛才有甚麼事發生的時候,都有些瑣碎的事可以先說 第一,當然先說一些好笑的事 先說何俊仁 有甚麼好笑的?何俊仁 何俊仁 你聽我的名字已經好笑了 何俊仁 最好笑的就是,我上網就有一個人 我忘了在哪裡看回來的 他把何俊仁的劇人編全剔走 劇人編全剔走? 對,何俊仁 可俊仁 即是說是甚麼?沒有人性 甚麼?可俊仁就是沒有人性嗎? 不是,其實是打他的名字出來,但沒有在劇人編 OK 即是說是沒有人性 我解讀是沒有人性 那又不是沒有人性 好笑的 好笑的 我沒有說是好笑的 對 我沒有說好笑的 對,作為一個好笑的女生 對,作為一個好笑的女生 我說我 說真的,他看的那些 我們平常都是看的那些 他看的那些 這些都叫做J圖 不是吧 怎樣J啊 層次太低 我們平常在群組裡發來發去的那些都不止這些 波多夜啊,袁岡衛那些 不是,袁岡衛 你問我 唯一值得期待下海的旅遊 真的很期待 對,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天 但是 就是這樣說 如果按一些人的邏輯來說 喂 你們都是色情人 是不是 你有甚麼理由去笑何俊仁 看這些照片 我沒有笑他 不是 要笑 要笑 喂 喂 喂,我們平常都看 有沒有人說過你繞個面子來說你是色情人 有 誰啊 朋友 至少這不是主流的意見 對吧 我也是一個色情人 但我從來沒試過有一個人行過 你有沒有說 John,你這麼色情人 不會的 為什麼 不是因為我不看J圖 是因為我不會公開看J圖 你明白嗎 我不會在不應該看J圖的時候看 何俊仁就是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 所以 這件事很詭異 這件事很詭異 以正常我的理解就是 何俊仁雖然是 我們經常吵架他 但作為一個資深的立法會議員 沒有理由犯這些低層次的錯誤 你不知道周圍都有記者嗎 你正在開會 正在做正經事 之前也有很多報道 就是看到記者拍到劍齊派議員 在玩遊戲、炒股票 上網看盜版電影 誰呢 王國興 忘了王國興 王國健 王國健 看九品芝麻官 之前有人喜歡看九品芝麻官 就是反共 簡直就是反共 之前也有前科 沒有理由你 以他這麼有經驗 對 太低級了 錯誤 我覺得是難以信順 你是丟了香港很多男人的假 對嗎 老實說 全香港的男人 每人都拿過電話出來 一定有一兩張在裡面 我的相片一半也是 我們只是看我們的群組 這裡 921 那有些不是JC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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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張 我隨便拿到電話去看 也有八八張在裡面 所以這不是一個大問題 絕對不是大問題 你真的在那裡看 你在那個場合上看 就很難看 但其實最令我 賞心悅目的那一幕 是甚麼 不是拍到他看的那一刻 而是他走出來 跟記者解釋那一幕才是最好看的 你在道歉那裡 對 出來跟那一幕 我是未試過 我未見過 我以前曾經有個女朋友 她是很介意我看的 很介意我看 結果結果就分手了 這件事沒有什麼抵觸 但是我 我還未試過跟我哥哥的女朋友 試過 對不起 我以後不看 我都未試過 你何俊仁就破了這個天荒 向著廣大市民 廣大記者 對不起 我看J圖 我看你 這一幕才會震撼 其實如果照你以往的做法 其實何俊仁可以說 喂 為甚麼我看J圖 第一我是男人 第二 財政預算案 聽不聽到罷就 但是 他會這樣說 他就不是何俊仁了 對 對 這張照片真的好 沒得頂 Caption是 何俊仁事後為看少女想道歉 說自己近排太累 其實 你看看這裡 多多支咪 旁邊還有大眼的多 這個什麼街 善重街 對 善重街 旁邊站在善重街 一臉無奈地看著他 真的 慘過死 其實真的 有時候 我們 我很明白韓韻那種感受 譬如我們在一個辦公室裡 在辦公室裡 如果你在電腦看鹹照 你被旁邊的同事發現 而且還指著 你上班時間看鹹網的時候 怎麼真的無地自容 是 真的 真的 真的要找空間捐 其實要看場合 如果你說整間公司 全部同事都是跟你一樣的 是 一群馬甩佬 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 大家分享 我這裡經常都是這樣 對 開心分享 對 對 對 所以 何俊仁你真的不捨不得 最好笑的是 他們還要說 是否劉慧卿說 還是民主黨說要進行紀律聆訊 可以怎樣 對 可以怎樣 不看都看了 別人都說了以後不看了 這是 罷免他 其實我很明白劉慧卿的感受 劉慧卿說 他算了吧 得 Carson你也馬上承認 立即承認 那就要不要再加一件東西 和你非非非非 和你非非非 非,非姊姊 和平靈 informed 非暴力非姊圖 真可憐 如果在民主黨做馬克佬真是辛苦 但是他犯錯誤的時機 我覺得他會不會太巧合呢 怎樣巧合呢 正正那個招呼組就是劉進濤 遇襲過上周 有人陰謀論 以何俊仁這麼有經驗的不應該犯錯誤 還要是剛巧在那個上周去犯的 陰謀論會否是會偏向劉進濤的事情呢 我看過那篇文章是會這樣想的 以這個角度出發 我這樣覺得何俊仁是沒有那麼高的一來 第一 他沒有那麼高的二來 你說高度啊 你真是壞了 你作為有一米八的人不要說這種話 那你說太過陰謀論了 我說是考核吧 只能夠說 但是如果你說他想side track這個財政預算案的不堪呢 我就覺得有可能了 因為你這個財政預算案是非常之沒有意義的 我只能夠說 你都是在做你平常做的事 是吧 你所為及的人 竟然比上一年更少的時候 那如果你說何俊仁這次這件事 他是為了想side track財政預算案 我反而覺得更有可能 因為我問你了 何俊仁 那這個財政預算案你怎麼看呢 結果你又是說那些而已 不是又是說那些廢話 我們不贊成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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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什麼 結果你不是又要投票通過 你夠膽不投嗎 上年他已經不夠膽不投了 他們不會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想到劉進濤那邊 我更加願意相信他是side track了財政預算案 當然我也覺得就算他要side track的人也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案被人無視了 那算吧 其實就當他真的很想看J圖 是啊 真是忍不住 我們從一個男性的本能去看回那件事 可能有人會害他 寄了連結給他 剛剛那個時候寄了連結給他 可能那個記者寄給他 那個東方記者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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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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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沒有的 其實就是 只有一件事可以商量 就是 提名 對 如何構成 對 但是我不是跟你在商量這件事 你現在一來 原來你跟我商量 究竟用刀叉去吃屎 還是用筷子去吃屎 我現在跟你說我應該吃飯還是吃屎 原來是這樣的 你早點說吧 你的廣告不是這樣拍的 如果你真的純粹諮詢 我提名委員會如何構成 你只是找我笨拆 還有他說那些 他說收到很多的意見書 很多都是什麼流於口號 他不是說不切實際 你什麼鬼 最近我老是經常想起不切實際 幾個字 很興奮的 很興奮的 一說起不切實際 他的意思就是 沒有說有很清晰的理據 去說 為什麼需要公民提名 但是我又覺得這樣 就是說 一般的市民 一般的市民 他能不能夠真是很難有系統 寫三萬字論文 去解釋給你聽 公民提名的好處呢 我相信做到的香港市民是很少的 因為我們是最直接想到的事情 就是說 你說普選嘛 普選最終極 最真真正正的普選 當然是由頭到尾 都是由我們市民作主 為什麼會在我們 作主之前 會是經過你們的提名呢 去經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或者這麼說 應該是連提名都是我 投票的那個都是我 你沒有可能說 因為 我基本法寫了 我這個就是真正的普選 還要加上了什麼大陸的那些 那些陷家產還要跟你說 不是 這個是我們中國的西 我們中國人的普選是這樣的 他上次不知道哪一條 筆頭說 普選的定義並不是直選 是啊 普選還是普選 直選還是直選 兩回事 兩回事不一樣的 那你是明顯地 你是違反了本身的意思 好了 所以你說有市民 沒有去提出一個清晰的理據 我覺得你這樣說是不合理的 因為我們說的是一個訴求 合不合理 理據合不合理 你去分析的 不就是我講的 如果你覺得你要放到公民提名 你就說理據 你不是跟我說 沒有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當然不可能 因為根據基本法審議 15條 那怎麼辦 這個就不是我們做 是你做的 不是你諮詢來做什麼 好像我現在跟你說 普選 搞一場賽馬 五個候選人 選一場賽馬 一二三四五 哪場跑出去做誰 行不行 我都可以這樣要求 你說我不切實際 你說我不切實際 你也說的原因 不是的 你等於 你等於 將公民提名 等同於跑馬 我和你建議 我把跑馬決定 以後 或者九六合彩搞豬 這樣嗎 就是這樣說 因為其實 這是一個困局來的 如果你說 普選是要在 基本法的框架裡面 去討論的話 其實你說林鄭的立場 你不可以說她全錯了 因為 所謂的真普選聯 那個三鬼方王 機構提名和公民提名 都不在基本法裡面 白紙黑字寫著 只有提名委員會 是 所以你說林鄭 她是不是說 她的言論有沒有錯 當然是 沒有錯 只不過 她最大的問題就是 喂 可以談 其實根本就是沒得談 根本就是根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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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沒有得談 是 但是真普聯 她提出的三鬼方案 其實 我和你都不清楚 不知道她想怎樣 因為她們 她們是以為 她們的提議 是符合到 基本法的框架 但其實 如果我真的要說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修過基本法 其實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對 這個就是 更加你能夠顯示到 就是 民主黨那幫人 他們是混蛋 就是這裡 喂 原來你一直以來 你們心目中 所謂的普選 為什麼在基本法框架裡面 但是人家 人家根本 從頭到尾跟你說的 基本法框架 就不是這樣 他根本沒有說過 有公民提名 甚至乎 基本法的解釋權 都不在我們 都在他們 你現在還要 所以 他們最笨的人 就是 他們還要等 政府出的方案 別人現在說得懂 你還可以等 政府出的方案 你還要等 政府出的方案 研究 你看一下 民主 不民主 我們提 我們提 政府否決 你怎麼佔足 神經病 別人不是跟你說了 現在已經被罵了 上星期 我聽黃洋特訪問鄭宇石的電視訪問 是 是 你聽到鄭宇石的真普聯的態度 其實是軟腳蟹來的 是啊 林鄭宇石說了 雖然不是政府的立場 其實帶有政府的立場 雖然不是官方的立場 但其實 你看到鄭宇石的回應 她也說 其實她的言論是 未必是政府最後出來的方案 她就要等政府回應先 我們才會作出一個 類似的災傷圖 但是林鄭這個言論出來之後 她也要等下個星期開會 如果是解決不了內部的問題 依然是繼續原有這條三鬼路線 跟政府挫傷 沒得說 我就覺得是理性那籠 是理性那籠 是理性那籠 人家已經說了 在這個諮詢期間 人家已經跟你在打開口牌了 太守規矩了 你明白嗎 太守規矩了 我還記得那天 黃陽大訪問她的時候 她還有說 我們不會再說 這三個方案缺一不可 而民主黨也承諾 他們也不會再向外說 公民提名是非必要 你不是玩黎沙嗎 大佬 口不說 但她心想 那你還跟民主黨合作嗎 你是不是足夠重入屁股 你真的會有些這麼笨 你說你理性嗎 為團結而團結 所以真的是瘋狂 你說 所以對的 這幾天很多人都已經提出過 何俊仁應該趁這個時候辭職 其實這個機會很好啊 是啊 我涉足了這個立法會的尊嚴 就正如他們當天譴責 黃毓民他們扔東西 掃牆一樣 他是踐踏了這個議會的尊嚴 你是不是瘋狂 反應你那天 你要譴責黃毓民 你還是想他們瘋狂 今天你也踐踏了這個議會的尊嚴 你何俊仁應該瘋狂了 跟著下來的東西 交給我們 沒有你的事了 何俊仁 你跌了心水回家 提早退休 響清博 是不是 真的曬氣 一火都來 每次一看到 因為你最生氣的人 其實真的不是說 政府他們的回應是什麼 不是說政府對於政改的立場是什麼 根本是別人一早說了 是你們這班真普聯 你們還在那裡 左想右想 不是的 未必是這樣的 你還未必是這樣的 還要說什麼 中央都未必是這個最後的意思 對 你還在猜中 最終未必是這樣的 對 很單純 對 好聽一點就單純 唉 好聽一點就單純 難聽一點可以有什麼呢 可以有多難聽過 大家明白的 另外有一個就是 這個 昨天有這個愛國 真心愛國那個叫什麼 我不記得 昨天有一個是沙田拉喬 他們都是拉喬運動 喬實沙田 哦 即是未是真心愛國那個 未到真愛聯 真愛聯 真愛聯是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下個星期日 3月9日 但地點又未知 地點又未知 未知 都要密切留意 昨天就這個拉喬行動 而是去沙田 而是去沙田 沙田第一城 沙田新城市廣場 對 沙田新城市廣場 30個人 30多個 不過上次 直接喬也有30多個 我看新聞就說有30多人 但是跟拉喬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抗議 自由行販瀾 等等 我看他們跟上次 旺角那次有點不同 他們戴面具 對 這次又戴面具 逆勇 我覺得是因為 今次就是 室內 室內 可能那個 環境比較難預計 因為你在室外 旺角 因為真的有什麼事 要散水很容易 對 但是你說在室內的商場 這個地方 做少少事情 保護自己也對 也對 也對 我沒有去 實質情況也不太清楚 我看他們叫口號 又叫口號 跟上次的旺角有點不同 這個 就好像我之前說 上個禮拜我們也有說過 就是說 你同樣的行動 可能你一次兩次都還可以 但是當你要持續下去做的時候 你是需要有一些 新鮮 所以你看到今次的韌聲 是沒有這麼大回響 沒有這麼大回響 還有記者可能都知道 都知道 你們都 不是說得罪大家 你們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走 走 走 你再來的時候 那些記者可能的注意力更小 所以 也對 下個禮拜 我們用我們的玩法 真愛聯 全名叫什麼 真心愛國 愛國愛黨大聯盟 愛國愛港大聯盟 真心 是 簡稱真愛聯 那麼 用這個 愛國愛黨的名義 勸喻這麼多 一眾的自由行旅客 買國科 買國科 回國消費 振興中華 就不要在香港買外國名牌 助就為虐 打倒美帝 可能是這些 就是用這種形式 段故應該是 在廣東道或者旺角 這兩個地方 其中之一個地方 進行的 沒有詳細 詳細沒有 那麼 拭目以待 對 大家密切留意 我覺得廣東道也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其實如果 講過地點最適合的 就應該是廣東道 因為始終是 王客最多 還有 集中了外國名牌 你說 旺角這麼說 你說人們去買藥 都是 不夠應君 你明白嗎 日用品 大哥 日用品 就是電器 我不用花鍋 用什麼 用霸王 他們會這樣想 密切留意 這個自由行 但是我今天很意外 看到一個 一個報道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 我很意外 他的這種說法 他就說 他真正站在我們香港人的立場去看 最近我們對於自由行的反感 我覺得他不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 是比較客觀的角度 你說是不是在香港人的角度 我不敢這樣說 對 對 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 就說 這個 是不是真的可以像台灣那樣 限制自由行的數目呢 因為他最近台灣已經是 他最近才實施還是 他一直都實施的 他一直都實施的 即是他每天是有一個三千個 每天 每天三千個 對 而你說香港 當然 其實你說真正是香港最大影響的 並不是報團來香港七天遊的旅行 最嚴重的是一千多行 一天來三次 一個就變三個 是 你會令到那件事是 是膨脹得很快 可以 那麼 《人民日報》 他就說 他的標題是這樣的 《濟勇》讓香港人有什麼糾結 他有這個題目 他也說香港是否真的可以設限 也都很明白自由行帶給香港的騷擾是在哪方面 一如以往 當你問到蘇錦良 《人民日報》這麼說 你怎麼看 我們是不會關門不做生意的 他也是沒有想過要為自由行設限的 挺有性格的 是 一以半之 阿爺那些官方喉舌都扭了一點風出來 挺有堅持 但是《環球時報》也不是這麼說的 《環球時報》是說 你們這些香港人 混蛋自卑而已 不知哪個神哪個鬼 對 你自卑而已 你們香港人 怎麼不抵得大陸人有錢過你 現在人家來香港消費 你覺得沒面子 是吧 變相去說 你們現在這麼折奪 我來給你錢 黑衣 南方《環球時報》的說法是這樣的 《人民日報》突然間不同了 究竟在大陸來說 《人民日報》大還是《環球時報》大 如果說個名字應該是《人民日報》大一點 是啊 聽過名字 當年定性六四是反動亂的文章 都是出自《人民日報》 多大 是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哪個神哪個鬼 可能又是太子堂和這個 又是內鬥 又是拳鬥 上次Billy說拳鬥的東西隨時逆轉 所以都不要跟車太貼 所以蘇錦麗就不跟車太貼了 也是 對 對 對 我說我不會關門做生意 潛台詞是如果要關門我都可以 對 沒錯 他的潛台詞就是這樣 很聰明 這個答案 OK 所以 不知道 如果 不是 還有一宗新聞 他這樣說的 說這個 有大陸人 他們將在香港買屋 竟然可以按十六次 是一個鼓動的那個豪宅 哪個豪宅 我不知道 總之有個新聞爆出來 就說他們將一間屋 按了十六次 嘩 真的很厲害 我想像不到 其實他怎麼能夠做得到 按十六次 香港也沒有十六間銀行那麼多 有 有嗎 對 還有 還有那些 什麼樓案公司 康業那些 還沒有計算那些 還可以按給當民那些 差點計算 這樣就可以了 按足十六次 按到 按無可按 所以 扔下給他 不肯還錢 便會變成銀主盤 又或者賤價出售 當然 錢的 他已經回到大陸了 你吹他 不再咬他 不吃 所以 你說 再這樣揭發下去 日自由行的影響 其實已經不再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不是只影響到舖租 影響到我們日用品的供應 或者令到我們沒有地方走路 但是已經不再這些 他簡直是破壞了我們整個經濟的系統 是 因為你說 今天就有人揭發他們用按鈕這件事去騙錢 是吧 你難保你之後 譬如你會不會在股票市場也是這樣 會不會 即是他又是來香港 開兩個炒股票帳戶 然後跟你送到白頭片那些 就是這些這樣的案子 又不知道會不會出現 我不知道 因為 有這樣的可能 是吧 按鈕按十六次 所以他們都敢死了 他們有什麼不夠膽呢 我只是想問 他們那個破壞 即是自由行帶來香港的破壞 已經不再是單單 我們看到表面那麼簡單 是啊 你單單看這個案十六次 其實你說 香港你建的樓也沒有用 你越建得多 越建得多 就越多人煮盤 那他們就越亂購買 是啊 買完又按 買完又按 按完之後不賣工 就拍那條路就走了 這樣 所以真的很嚴重 你 即是 就是 印花稅 你浪費了 你浪費了 浪費了 浪費了 我直接拿去銀行 按多次 多過癮 十六次 我真的想像不到 一間三百萬幾樓 如果他可以連續按十六次 他可以代到多少錢 真的 那些銀行都會有問題 唉 他以為有生意 跟蘇錦良那些 對 對 以為有穿 對 我沒有理由關上門 做你生意 你走進來 你就算有騙過的可能 我都要做你生意 沒事的 那這些就叫笨蛋賊 但問題是蘇錦良笨蛋賊 就搞到我們那些大陸 另外大陸的影響 不單止這樣 剛剛今天 影響全世界 是嗎 是啊 是啊 這次到紐西蘭拿了東西 拿了什麼 拿了地鐵 地鐵 用國產給他們 沒錯 不過就不是紐西蘭的國產 是我們偉大強國的國產 唉呀 這麼大意啊 新西蘭的鐵路公司 近來確認一批產自中國北車集團 北車集團是什麼 北京汽車集團 好嗎 字類吧 他們的簡稱你永遠都解不明白 中國北車集團的大連機車車輛的列車 驗出含有可治癌的石棉物料 是 現在緊急把這40架列車停用了 哦 是啊 哇 一架是1億4千萬的人民幣 嗯 這麼貴的 那麼 你剛才說的是什麼 含脂顏物 石棉 石棉 真的夠膽死 我只聽到石棉這兩個字 我都知道這東西是為世所不容的 是多少物料來的 他們都夠膽死 這個涉及油漆和隔音的物料 嗯 就是石棉的物質 是 是 那不單是為了香港 是為了全球 其實是向全世界響起的警號 中國製造是便宜的 是啊 是值得玩 是值得玩 但是你看看 不安全 要是有毒 要是爆炸你 才會這樣 要是一個慢性 要是一個急症 要是慢性 要是一個急症 要是慢性毒死你 要是馬上炸死你 要是你 你不肯定是人 這群人不肯定是人 我怎麼覺得 要是你蠢 你蠢就不要人搞了 他絕對不是蠢 打雞蛋 對 對 對 你又不能夠忽視他這種高科技 高科技 很糟糕 還要今天西鐵線列車 在南昌站 沒有煙 他是說列車沒有煙 列車使至柯士丁暫時 開始傳出燒焦味 到南昌暫時乘客就受不了 就下車拍到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真是 有如電影劇照一般 我以為自己在看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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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戮都市那些 那些 那張照片是怎樣的 都挺震撼的 很大煙 就是 煙霧黎曼一片 有時就是這樣 喂 我們坐地鐵 地鐵是香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是吧 沒有一樣是比他更加之重 就算你巴士可不可以取代到地鐵 不行的 你也不可能說 我多開30間巴士公司可以取代到地鐵 那你地鐵不太好用 在香港沒有可能 其實地鐵的功能就是 舒緩路面上的交通制塞 至於你說地鐵我可不可以多建30個站 取代到巴士呢 我覺得可以 就是我這樣說 某程度上都可以這樣理解 是啊 好啦 你地鐵一個這麼重要的交通工具 香港每天是這麼多的人流 去用你這個地鐵的時候 你地鐵這麼容易出事 你今天你就跟我說無煙 早兩天你又說什麼壞什麼壞物 又說什麼要塞我幾個小時 最近的頻率太密了 對 還有有沒有確認這個無煙列車是不是國產列車 報道有沒有說 咦 沒有說我當就是了 你又不見以前我們英國製的列車有這麼多這些問題 無煙 對上一次我沒有聽過無煙我都不記得了 對 如果有我們記得 對 至少 就算不是沒有一定是很少 少到我們不會記得 當然你說 可能十年後來你現在都不記得 對 不記得我還在習以為常 對 你地鐵無煙 你是不是想這樣 繼續爆炸 真的離譜 你想想想 你上市公司 香港政府是大股東 這件事 你可以容忍一個 跟我們市民一個這麼密切關係的一個集團 天天天地出事 不知所為 老實說 你問我 我真的不敢回答你 有時你沒有辦法 你真的被迫 被迫都不要回答 走路 你真的看到這張照片 幸好你跑掉 這次不幸運就是這樣 你這個無煙的情況 其實這些叫做 怎麼說呢 敲響警鐘 始終你 我先當你是大陸制 給我們一向的印象 你是隨時爆炸的 你怎麼知道我幾時 是否這麼不幸運就是 那一秒踏中那輛列車 就剛剛那輛列車爆炸呢 是 因為我可以很肯定 你說 譬如巴士著火 巴士著火 它有機會是沒有傷亡的 我不相信現在香港的地鐵 可以發生爆炸事件 是會零傷亡的 你有哪一刻地鐵是沒有人的 現在是沒有可能的 對 你巴士有機會沒有人 除了司機 你上次巴士燒通頂都可以安然無恙 有得走 就算我看了你燒我都還有時間走 你地鐵我走在哪 根本就是等死 你在地鐵做出這樣的意外 40分 都說不到其他東西了 我想說一些東西 我也是剛剛想到的 我想在這裡 其實 我很不想用譴責這兩個字 但其實我真的很想說 OK 不要用譴責 告解一下一班人 我很想告解一下熱血公民 其實你說在一些事情上面 我是很明白 在於你們而言 其實在於我而言 也是 在現在這個社會的氣氛 是非常嚴峻的 是一刻都是不能夠抬慢的 對於很多事情而言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去告訴這班獨裁的人知道 我們是要怎樣 你不讓 我們就跟你抗爭 我們就跟你反抬 對的 我覺得這個態度很正確 但是 你是 很難期待 全香港的市民都跟你抱一個相同的想法 當然 如果我這樣說 王爺大一句 一句老母就過來 我相信一定是 你不是瘋狂的 那你就坐在這裡等死 他一定會這樣說 我不是說你不對 但有時候是不需要 如果走過來跟你說 那件事 你都要給一些時間 共產黨改善的 你一句就一句老母 對呀 這些 根本就是共匪來的 你說得這些話的人 你是什麼 你跟我說給我時間 那誰給我時間 那誰給我時間 我什麼老母 你一句就劈過去 但不是 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香港 其實真的 是有很多人 是對政治 他們不是討厭 他們不是說 不懂 是靈 在他們心目中 習慣 這個 是啊 因為有些人在他們身上 就是 譬如一個主婦 我只是 臭兒子 其他事情我理不到 那麼多 我只是著緊的 就是我兒子 今次測驗幾分 我女兒有沒有做齊功課 我兒子今天學下 有沒有被師生罰 他只是記這些 他們是沒有 那 當然 抵鬧 這些人 抵鬧 但是你 罵他 是不是一個最 最 容易解決到問題的方法呢 我覺得不是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認知 就是你跟一個文盲說 你為什麼不讀好些書呢 一狼樣 讀書對一個人來說 多重要 我跟一個文盲說這些話 我是不是有點瘋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書 是真的有這些人 我知道什麼叫做字 但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書 那我想學字 我哪裡學 我不知道 是有這些人 在香港 所以任何的事情 你走去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 我不知道 我不懂 你就走去罵 你狼狗 出了香港 你狼狗 就是這段時間最流行的 這兩個字 叫你講諸 一劈一劈一劈 叫你講諸 到底是什麼 你們不是會把那些 你口中的講諸 將他們講得越來越遠 你將他們講得越來越遠 遠到什麼程度 你會遠到他們去對方那邊 我覺得是 因為我去找文建聯 文建聯不會說我講諸 是不是 老闆 老闆 有什麼幫到你 蛇齋餅鐘 你開篇飯 他們會這樣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走過來的 我們那些講諸 在我們面前一個人 為什麼你是講諸 你打你臭居 沒有 你解決不了 問題是 我們現在我們需要的 除了是 講出他們的不堪 最主要你就是 要告訴那些港珠 要他們明白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些港珠 做了一些 共匪的行為 那其實他們是真的出於 出賣 還是出於不懂 你是懂得分的 你說曾志豪 為什麼這些 他真的不懂 還是故意 他當然是故意 他這些人 你說蘋果日報 他這樣 現在去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他是不是故意 他當然是故意 對不對 本土主義 他們不知道嗎 你老闆 他日日日在報紙上 都是寫蝗蝗蝗蝗的 但是現在他們的 所謂的專欄 你老闆那些混蛋 會不會跟你說 你叫蝗蝗 根本就是歧視人 這樣 你老闆 你說這些 那怎麼辦 你還怎樣跟蘋果日報 討論下去 沒有的 那肯大不是的 有些真的會跟你說 你罵人蝗蝗 真是不對的 大家都是中國人 他意思是他那個 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不是叫你包容 而是 大家都是人 你為什麼說人家蝗蝗蝗 這樣 有這些 我們要分 我們作為我們認識政治 如果 熱血公文 這樣說 如果你們覺得你是認識政治 的時候 你是有責任去 你所認識的政治 去告訴不懂的人 你學校沒有教 你學校沒有教 那你懂 你就試試教人 你把他扔到廣豬 那又何必 我覺得是這樣 那 什麼事 你講不講 講吧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事 反正他們都不聽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事 你可以具體一點 具體一點 我不想指名道勝 總之是有一件事 我等下再告訴你 我們先休息一下 起來 既然交換的奴隸 起來 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爲真理有鬥爭 就是你打的落花流血 奴隸們起來 起來 不要說我們幾乎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Are you ready to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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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 I will be dead 我愛你 你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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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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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